引臣員工來回清潔地板 二十號大直梅麗華停業一天 業者仍持續消毒 一位二十號新增的 臺北市本土個案一六二五四 一位二十多歲女性 曾在九月十八晚上十點過後 到過引臣 也在同天去過大業高島屋百貨 十九號在涉足遠東搜購百貨 天母店 而這三家百貨和引臣 全都在十九號提前必電清銷 二十號也停業一天 預計二十一號復業 那相關對這個疫情的影響 應該是要值得要觀察 但是我們認為不是那麼的嚴重 這位案一六二五四 是一名留學英國的女學生 出國就學前九月十九號 裁檢PCR陽性CT值34 個案表示自己去年九月 就曾在國外確診 也曾出入過英國法國 衛生局調查她今年三到七月 曾兩次往返國外和台灣 全都裁檢陰性 也進行集中檢疫 更曾在六月二十四號 在國外接種一劑BNT疫苗 目前指揮中心仍先將她列為本土個案 是否可能是過去確診的就案 人代釐清 自己說的 說她在國外留學的時候有得過 確診過 暫時還是判為本土 那可能還是要去看她的 抗體的值 儘管這位英國留學女性CT值偏高 不過衛生局人不敢大意 狂烈接觸者包括她的家人和親戚 在台北市十八人外縣市還有三人 比較麻煩的是 周圍女學生活動時複雜 回來期間就到過新北高雄台南 彰化總共五個縣市 北市衛生局已經發出 四百九十三封細胞簡訊 而她在外縣市的詳細足跡 各地衛生局人在調查當中 也提醒民眾 這道簡訊有症狀要儘速篩檢 以免防疫又造成破口 記者楊視區蘇維宣台報導